在施工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工作的人員 那我们有知道说他们可能有在B1的地方在供餐 虽然陈时中证实确诊的外包水电工案1145 可能有在案1127工作的B1用餐 但还是无法确定到底他的感染源是谁 因为其他三个人都有嫌疑 案145是诺富特饭店外包水电工程人员 他平常的工作从4月初到4月28号几乎都在里头 而工作的区域是在一管的三楼五楼还有六楼 以时间轴推断感染的诺富特员工案1127 1129 1128跟1120 分别在4月29号跟4月30号才确诊 而1145水电工除了休假日之外 从4月初到28号一直都在饭店里面工作 也就是说感染源是来自确诊的员工 最一开始的感染源头也是目前追溯的重点之一 初步研判可能是案1120 检测后发现跟私立机是基因序列相同之外 却跟案1101差了三个位点 也跟案1102差了四个位点 腿短诺富特群聚感染的源头是不是有两到三个 其中1101跟1102他们其实都是 从国外直飞回来去检三天 就采检阳性 所以直飞的地点也分别是德国跟美国 所以来源本来也就不同 那我们知道英国变异株目前就是全球主要在流行的病毒株 所以当他有这个位点上不同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把这个他自来源不同 列入这个可能的研判范围 4月29号诺富特饭店在清空的当下 这名水电工程人员并没有被匡列 而是到了5月1号也就是有三天的时间 他才被追回 不过呢他这个时候已经具备了传染力 恐怕病毒也已经被带进了社区 疫情持续延烧烈自主管理的非饭店员工也确诊 目前甚至无法确认感染源到底是不是有两到三个 现在只希望赶快完成检测 把病毒的源头找出来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焦点等你哦